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与王林也有一次互动 小考失误后 她找到王林求抱抱 求安慰 说实话 观感不太好 尤其是在武功组队时 她拒绝王林之后 王林是浪劫五年龄最大的姐姐 她能坚持到武功 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武功 她被留心邀请加入和结组 并参与唱跳团秀破风 这个舞蹈的难度非常大 小考的时候 王林姐姐甚至连词都没能全部计数 虽然队长和结跟打了鸡血似的 对团队的训练成果很满意 但王林的内心是忐忑不安的 训练见细 她对和结说 我有一点懈怠 和结好奇地问 为什么 王林说 我觉得我真的不太适合这个舞 没等和结安慰她 她继续说 我刚才无意中翻到招牌动作的个人直拍 大家都说我老太太手忙脚乱 气喘吁吁 根本就跟不上 然后说 为什么淘汰别人不淘汰我 王林表示 她觉得大家说得很对 虽然她说完这话 笑了一下 但内心应该是蛮受伤的 毕竟 她这几次公演基本都是唱跳舞台 也很努力地跟上节奏 尽量不拖后腿了 和结听了 对王林说 招牌动作是我都非常想要的一首歌 你都拿下来了 因为对我来说 这都是一种挑战 王林说 我是手忙脚乱 和结说 无所谓 我做了 我今天明明知道这个事情是我舒适圈以外的事情 王林还是很纠结 因为她看到了太多差评 她觉得 自己三公跳得那么卖力 自我感觉特别好 她认为三公是自己最好的一次公演 但没有想到 大家的评价还是她端凳子那一回儿跟我家奶奶端凳子是一模一样的 说真的 这话确实有点伤人了 看招牌动作的时候 真没觉得王林是最差的 感觉她比卖还强一点 大概是因为我没看直拍吧 王林表示 自己有的时候不介意这些话 有的时候又觉得他们说得挺对 刘欣也过来开解她 问 那你没看评论的时候 你对你自己满意吗 王林说 招牌动作是自己最期待的一次公演 因为她觉得自己能够完成招牌动作简直是一个奇迹 正是因为自己努力突破了 却还是被骂得一塌糊涂 所以王林才觉得备受打击 和结告诉王林 自己虽然跟她认识很久了 但之前一直没敢要她 就是因为自己在选择舞台的时候 一定会挑最难的 所以害怕王林会累 会辛苦 但组团完成后 王林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不会拉垮你的 和结你不了解我 经过几天的相处 和结看见了王林的努力 并未知感动 最后 和结告诉王林 你现在在做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 咱们这趟传到终点了 你也必须得在 听完和结的这番话 王林瞬间又找回了自己的战斗欲望 立刻就要起身练舞了 该说不说 和结作为队长 还是蛮有一套的 也挺真诚 一开始 王林武功想加入的队伍是七威团 一来 她跟七威合做过 二来 她很喜欢的蔡文静大概率也会加入七威团 所以 她对蔡文静说出了自己会为七威而战的话 但 当她站起来表达想要加入七威团的意愿时 七威却拒绝了她 七威当时给出的理由是 武功真的要好好加油 可能还是要操劳大家 表层的意思是 武功自己要选高难度舞蹈 不想王林太累 其实 都到武功了 哪个队不会选择大跳 哪个队不会操劳呢 说白了 七威这话底层的意思就是王林的能力不足 不想她拖后铁 当然 组团的目的是要赢 这样的选择无可厚非 不过 看到七威小考失利之后 去找王林求安慰 就感觉挺滑稽的 小考环节 七威作为队长 出现了严重失误 被舞台总监经纬点名批评 五次公演 当了五次队长 五次小考 每一次是合格的 七威大概也终于有点明白 虽然平时对别人挑三拣四 但自己的水平也不过如此 于是 心态有点崩了 他作为队长去找队源道苦水大概有点丢面子 于是他就找到了王林 人家王林都准备上楼了 他叫住人家求抱抱 然后哭唧唧地说 紧张了 都是我的错 王林赶紧安慰他 不是那样的 七威继续抱怨 我错了 我最不应该错的 说完 他坐在台阶上捂着脸哭 王林只能跟着坐下来搂着他 安慰他 他错了是事实 王林也没多少话可以安慰 只能抚摸着他说 不容易 七威表示 所以我也只能找你哭 对此 七威在被踩的时候说 我觉得我也需要释放一下 不能把我自己的情绪带给队员 因为这次的难度本来就很大 不不希望大家背着压力上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七威有没有想过 人家王林姐姐也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呢 作为你的弃子 你有什么理由让王林姐姐来分担你的情绪呢 你的队友不能背着压力上 王林不但要背着自己的压力 还要背你的压力 这合适吗 怕人家拖后腿的时候 说不想人家操劳 需要有人安慰的时候 就不怕人家操劳了 劳心也是劳好吧 在乘风破浪的姐姐这样的节目中 观众对于每位参赛者的性格和表现都会有自己的观察和评价 关于你提到的七威和和解 以下是对你观点的回应 首先 对于你提到的七威以自我为中心的观点 这是很主观的评价 在高压的比赛环境中 每个人都会有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而如何处理和表达这些情绪确实会影响到其他人 作为队长 其微可能面临更大的压力 他的情绪问题可能因此更加突出 然而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是一个自私的人 他可能只是在处理情绪方面需要更多的学习和成长 另一方面 和解作为队长被认为适合格的 这可能是因为他在领导团队处理问题和与队员沟通方面表现得更加出色 他的性格可能更适合担任这样的角色 或者他在这方面有更多的经验和技巧 不过 我们也需要意识到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他们的性格和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 在评价一个人时 我们应该尽量客观和全面 避免过于主观和片面的看法 对于这样的综艺节目 观众往往只能看到冰山一角 我们看到的只是参赛者在镜头前的表现 而他们的真实性格和内心世界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因此 在评价他们时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心态 尊重他们的个性和选择 这一点 从他选歌时 看到大部分队员的意愿后 愿意放弃生活倒影 选择东风破能看出来 在刘欣想要让机会的时候 他坚持刘欣和陈丽君上东风破也能看出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